餐廳老闆女兒說起訂餐被放鴿子 委屈的都哭出來了 因為我們是很用心準備 我們不想就是讓客人到現場的時候再等 原來是台大攝影社舉辦活動 決定要到這間店吃蔥飯 學生說要一桌2500元的大餐 還一口氣訂了三桌 卻臨時說不來了 總共七千五的菜 他就這樣不來了 那個損失我們需要花好幾台 可以過未來 當時店家等到下午 學生卻一直不來 主動打電話了解 學生卻說沒辦法過去 店家說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學生解釋因為沒接到電話 沒有辦法所以不去用餐 店家說還是可以外帶 學生卻回說拿了也沒地方吃 我們不要了 就是想說互信原則嘛 給大家就是給他方便 想不到電話一掛 過沒多久學生又打來詢問 店家說我正想PO文 來取餐的話就取消PO文 學生聽了非常生氣 還嗆說沒再怕 台大校方對此表示 這是學生的個人行為 還有待了解才能知道 不多做回應 學生在27號上午11點12分 到店家賠償食材費用 41110元 而這家店也不是第一次 與顧客發生糾紛 在2015年12月前黑社會美媒OB 才在店裡玩直播批評店家 想不到事後卻被民眾罵翻 最後也向店家道歉 而事隔多月卻又遇上學生訂餐放鳥 讓店家好無奈 記者吳彩薰華聯報道